不美满就垂手可得了 你好,我是NLB教练James何金伟 你正在收听着榴莲台 榴莲FM.com 当电影里我们有变形金刚 漫画里有小叮当 在榴莲台里我们有天马行空 榴莲当头,我是恩慈 自由高照,我是小青 天马行空,我是妍妍 早上好,今天是10月22号 早上8点02分 清晨,天气很好 对,今天天气很凉爽 可能是因为昨天下过雨吧 今天是我们三个女子 在燕博市 我们是女子兵团 未尔不在,我们可以尽量说她的坏话 女人当家,今天我们说的算 那其实我知道说上个星期周末的时候呢 有了两个马拉松 两个马拉松 其中一个是在中国的 在马来西亚也有 在马来西亚 对,我看到很多朋友 其实马拉松在马来西亚相当的受欢迎 因为我看到很多朋友呢 都会去参加这个马拉松比赛 然后都会照相,然后放上Facebook 就看到大家都很热血 就觉得要为青春奔跑 不知道两位有没有想要参加马拉松 我体力不是很好 我觉得我是那种 跑到一半就会很喘 然后就会慢慢走 然后还是想说 要不要坚持跑到终点的那个 所以我其实因为没有参加过这个马拉松 不过你呢 最近我是比较锻炼身体了 因为一直身体有感觉就是不太舒服啊之类的 容易感冒 所以说一直就每一天都会锻炼一些身体 感觉锻炼完身体 真的感觉精神气爽的感觉 身体充满了力量 但是这个在北京的马拉松呢 就感觉让人 它是一个体育赛事 是一个很盛大的体育赛事 但是有很多很多别的消息 或者是说一些另外的一些事件 让人感觉到它又是很可笑的一个赛事 这个是跟上厕所小姐有关 因为想说跑马拉松要跑一段蛮长的时间 所以呢人有三级 很多时候可能跑到一半的时候 就突然间想要上厕所 但是呢在这个中国北京在举行的国际马拉松赛 因为流动的厕所跟公共厕所有限 很多学生选手呢只好忍无可忍就就地解决 所以呢他们就出现了尿流成河的状况 就集体呢在尿射中这个南海红墙的尴尬画面 他他他整个因为整个人数就达到 在参加参加北京马拉松的人数 选手共的来自五十多个国家 他人数参加的爱好者人数达到三万名之多 但是在这三万名之多 就刚才所说没有什么 就可供可供去小姐的一些方便的一些 移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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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厕所 对吧所以说呢他们就是选择地而射 择地而射是吧 所以他其实他他整个的来自五湖四海这些选手们 他们就是宽衣节带顺畅的就就就射出去了 但是还有一名外部的女选手也是射出去了 所以真的是人有三级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其实这个路程呢大概 这个路程呢是有四十二点一百九十五公里 是还还蛮长的 他们在清晨的时候呢 就从那个天安门广场就出发 然后一直走过这个东城西城 还有一个规定的三个行政区 说听起来真的是还蛮远的 是因为听他说有些到最后 这个北京马拉松已经有三十二 就举办了三十二年 但是在安排方面呢除了刚刚厕所不足之外呢 另外一个就是因为大家知道跑完马拉松之后 有个纪念包或者是一个奖牌之类的 但是他们到最后呢是不够不够派发的 所以有些学生说哇你能够想象我跑了六个小时 到拖的那个腿冲到终点的时候的 却发现没有奖牌的时候多么的失望啊 对而且重点是他们每一个人都交了这个一百二十元的人民币 才参加这个赛事 结果哎纪念品没有 好像好像白白在这边跑了一趟这样子 但是有有时候他呃还有一个很呃另外一一个景色吧 因为他们这些选手他们撒尿撒尿的比较通俗的是撒尿的说法 撒尿呢就是在呃红墙 这个红墙是什么样子的红墙呢 他不是一般的红墙呃红墙他他里面就是中南海 也就是国家领导人啊或者是一些支柱和办公的地方 那么这些选手呢就在红墙之外撒撒撒尿 所以说他们有有有有网民就是说一年一度的尿烟中南海 但是相信这次报道之后呢 很多你看中啊中共党报他也报道出这样的一些弊端了 很多肯定是呃尤其是是你看中南海他他具有一个 有从古道印他有一个权威呃有一个皇室权威的一个象征 但同时呢呃中共中央他他又很在乎他的面子呃 所以说这次相信会下次呃会这样的事情应该不会再有了 因为他们不会让自己的面子再继续在尿中 要撒尿当中呃丧失掉 其实就可以再参考一下伦敦马拉松 因为呃作为世界五大马拉松之一的伦敦马拉松呢 就大家可以参考他是如何解决厕所的问题 就官方的呃资料就显示说 主要呢他们就是设置设置了大量的移动厕所 大概有1250个移动厕所 那在出发的地方呢还设立了400个可以移动的上厕所的地方 所以除了他们设置数量之外呢 他们另外也会考虑到环保低碳 那比如说他们会保证呃所有呃呃呃呃呃呃呃 que 北京马拉松跟伦敦的马拉松都是在1981年开始的 所以也算是国际性的一个马拉松比赛了 所以呢可以在多细节的部分多多互相的参考学习 我们再到另外一个国家也是最近很火的一个国家是美国 美国呢它接二连三的发生了一些事情 财政预算案暂时解决告一段落之后呢又有危机出现了 这个危机就是危机泄露 前不久有有一个危机斯洛登的泄露事件嘛 但是它继续继续泄露一些相关的一些文件 由法国的世界报报道的一系列的这些泄露的一些文件 这些文件呢它包括在就是美国的情报机构 在2012年的12月10日到2013年的1月8日30天内 就录下了法国7030万通的电话 这些电话的呃幕后的这些就人士呢 他们呃主要是涉嫌 他们感觉是涉嫌参与恐怖主义的一些民众 他也锁定了全就是全球一些在法国的一些商界和政界的知名人物 但同时呢呃这样的事件我无论是在呃就是法国 他也同时呃暴露了其他的一些国家 你像是在呃墨西哥呃墨西哥其实他他也呃就是美国的情报机构呢 呃他也就是暴露就是监察墨西哥的一些一些呃一些情报 但是呢墨西哥的外交发言人就谴责美国的这种做法 他说美国的国安局呢可疑的间谍行动 痛批这批人呢无法接受和违啊 由呃违法 由反墨西哥和国际法 同时呢他也呃就是呃另外一则消息就报道 呃在明镜在德国的明镜上也呃也披露了啊 呃在就是墨西哥前总统的卡德啊 卡尔德龙的去他的就是呃大量的公共的电邮账户 也被大量的窃取被美国的官方机构大量的窃取 所以说美国得到大量的一些官方文件或者一些私密文件 都是在这位前总统的呃公共电邮的这个账户里获得的 所以呃自从这次就是明镜的这个报道呢 就导致了现在美国与墨西哥之间 他们的外交啊他们各方面的一些关系会呃遭到很大的一个重创 其实美国在这一方面也不是第一次听到说他们会去窃听 或者是盗窃其他国家的一个呃这个做法 但是呢就呃现在是透过一些泄命的时候呢 就让其他的国家知道 所以其实在国家与国家之间 像你刚刚提到墨西哥跟美国本来就是有非常大的贸易伙伴关系 结果在这个呃就是可能知双方在寻求加强便捷安全移民 以及对抗犯罪活动合作的时候呢 这个可能也会导致呃他们两个国家之前的一些隔阂 或者是一点疙瘩 所以其实在这方面呢可能各国家他们以后呢在做防窃听 防防防防对方窃听的时候呢会更做的更加加强这一方面的安全措施 那当然呃就是在这方面可能美国做的也是 我们总知道美国总是有个大哥大哥的姿态啊 希望说都能够掌控着呃掌握在大臣在握 那其实在另一方面呢美国另外一个案件 我们所知道的就是呃可能比较少会发现到这么大大件的一个贪污案 那美国联邦人员呃调查是就是说他们海军在高届呃 军官涉及贿赂的这个丑闻呢一家亚洲国防承包商呢以性招待还有回扣的方式就获取巨额的合约 跟军方部署的机密情报去去能够啊得到一些好处了 那其实目前这一个呃丑闻呢目前就是已经有四名的涉嫌者被捕 包括了美国第七呃对呃舰队的复子复行动主管 另外一位呢也是在海军部门的一个舰长了 他就是被免职了 嗯那其实这样子的一个案件呢 主要呢其实在因为他是他是一个国家官方军方的一个呃可能就在承包的时候呢 其实这样子的一个很大规模的贪污案呢 也可能不只是在美国这边发生 只是说也就是被被调查出来 那其实在进行一些比如说拖船燃料到污水处理等等这一些事项呢 他们也可能会透过啊超超超超收费用的方式来的中总从中呢 所就是所得一些啊贿赂的钱 那这个公司呢已经是在呃20就是这个公司 就是新加坡的呃这个叫做国防公司 葛兰亚洲海上防卫公司的首席呃实行员弗朗西斯 还有他的公司的另外一高层呢 他们这个公司呢其实已经在呃和跟跟这个国合作 已经25年负责服务以及补给太平洋港口的美军的军艇军艇还有潜水艇 所以其实在国家跟国家之间他们可能说在呃购买一些东西或者是提供一些服务的时候呢 很多时候都可以透过这样子的呃一些回扣的方式或者是给予一个另外一方面他们也提供了一个就是性招待了 就他们带雇佣了四名妓女来招待当时候的一些呃海军司令 所以呢他们透过这样的方式啊就能够获得一些比如说的这些合约啊 这个合约的数额呢其实已经是可以高达呃两亿美元也就是说六亿三千四百一十定期的合约 所以可以看到从中呢这一些国家国家之间一些呃贿赂性的一些事件呢 其实确实是呃相涉及了相当大的一笔钱 但是如果说在反观马来西亚 其实马来西亚也很多类似这样子的一些贪污案件就透过一些合一合约回扣的方式呢 可能所以我们常看到之前也是一些我们的基查基查私报告里面有一些就是买贵了 或者是一些你觉得不太可不合理喻的消费数额 所以从中都是有这一些可以可以做这一个贿赂的这种这种手法啦贿赂的手法 其实还有一点就是你看这一家公司他他们合作了二十五年 所以其实像这么大的一件贪污案件他也不是呃他也不是一天就是冰冻三尺啦 不是一日之寒 所以其实像比较理想的状况呢通常都是三年五年就要就要换承报商 那其实这个在中间里面呢确实可以避免更多的一些贪污案件 所以其实到我们看到说哎呃反观现在马来西亚的情形好了 如果如果这一家承报商或者是这一间公司他跟政府合作超过了十五年以上 那其实所有的账目呢都真的是要嗯去留意里面的去留意里面的一些事项 说不定会发现更多的秘密 哈哈哈哈 那我们再看看澳洲澳洲呢就是在森林在新南威尔士州呢 就遭遇了四十年来最危险的火林呃山林大火 所以在星期日的时候呢就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这样子的一个因为其实其实在澳洲呢常常就有听到他们会发发生森林大火的一个事情 可能这跟当地的土质有关系比较干燥的 而且呢他们的天气呢也是会让整个气温上升跟强风 所以会让那个火势蔓延的更长 甚至呢这个火势呢有点要靠逼近的西尼就是西尼 那其实在这个新南威尔士是澳洲人口最密集的一个州 所以在这个野火上个星期就开始一致在慢烧 烧了大概已经有烧毁了两百多栋的房子 另外还有一百二十多栋是受损的一个房子 所以呢很多人都大概有整整百人是无家可归 其中呢它有一百 其实现在它有一百处的山火也被减到六十一处 呃但是它仍然还有十五处 呃十五处的火火苗还是没有受到控制 呃火场周围的就是公里数已经达到四百多公里 呃其中的烧毁的树木的面积就是有约十万啊 十万公顷左右的这样的状况 但是现在消防员们也正在极力努力的去呃灭火救灾 呃但是呢呃整个的天气状况 刚才野所说整个的天气状况呢 它不是很有利于灭火而是有利于住火 而一是气温很高达到了数十三十度以上 而风速呢达到每小时一百公里 所以在这样的天气下呃灭火将会遇到很大的阻碍 同时呢它也会这样的天气的情况下 也会使得其他的一些地方呃爆发更多的一些着火点 呃另外它大家就是也可就看到悉尼现在整个的天空 本来都是白天呃一片白天的 但是但是现在看到白天好像是一片漆黑的 可怕的现象的出现呃同时在这个就很关键的时刻呢 呃他们有一个紧急状态就像是呃在呃呃大蚂蚁也有一个紧急状态 是的呃这个紧急状态呢就是呃赋予了消防人员就强制撤离 居民的权利呃拒绝撤离的民众呢将会受到处罚的呃必要时呢 也可切断电力和燃气供应呃甚至是可以拆除私人的产业 以防止火火势蔓延所以说其实感觉无论是在哪个国家 只要是到了紧急状态无论是国内动乱也好 也是国内啊天灾人祸也好 它都有一个紧急状态在这个紧急状态下呃法律呢 啊它可以靠在一边了那么主要的呃设定一些条款 是解决目前所处在的一个危机的状况 所以我们看到有些照片就把当时正在灭火的一个 旧消防人员呢就是呃上传到facebook 那有一个有一张是显得一个非常精疲力尽的消防员 就睡在那个火焰圈的附近的路边 所以其实呃大家很多也是在风在网上风传 也有非常多的人留言 要感谢这些消防人员的的精神 而且感谢他们的勇敢去保卫家园 你把他们撑过 但他们自己说不用感谢 因为这是我们职责之内的事情 我们也不是什么英雄 但是他们就是毕竟是拼了自己生命的危险 然后去捍卫呃捍卫自己的工作 捍卫别人的生命把这一场火扑灭 虽然说这一场火啊已经是被列为是最危险的等级 但是他们还是愿意设身火海 然后去去执行他们的职责 我觉得这是很值得加许的精神 而且根据报道啊 像这一场大火呢 呃照情况来看呢 还是会延续燃烧几天 所以这群消防员呢 还真的是还不能休息啊 你现在其实咱们做每一份工的时候 其实咱们他们是消防员 所以他们应该负起 他们应该做的一些责任 呃像是假如说医院的护士 呃医院的护士 他也在呃在在在紧急的状态下 或在怎样的状态下 或是在传染病病发的高峰期的话 他们也会冒着危险在医院里守护着 呃在防治着这些传染病的进一步的蔓延 你像是其实每一个工作 他好像应该是都有自己的责任感 和自己的呃专业精神去对待 呃我也可以就是理解他这样的说法 因为呃本身无论是哪一个人 假如说今天我工作要感冒 但是感冒也必须要呃上来 就就像上次威尔一样 他也感冒了 但是堵着一个鼻孔上来 拿着拿着卫生纸 一个卫生纸堵着一个鼻孔就上了 所以说呃大家在每一份工作当中 都会有呃尽自己的权利去做好自己的工作 有一份责任感 呃这也是其实呃 有时候是不是感觉是一种 假如说呃对一个人 我说你是呃英雄 或我就加上你 你在这方面工作很棒 是不是另外一方面也感觉到 这个人在整个社会上是一种呃 一种职业职业情怀或一种一种心情的一种缺失 因为如果说你不你不会嘉奖他或你不会夸奖他 他这是他的职职业氛围 他是的职业道德 或者他的职业责任 他应该这样的去做 那么没有什么就是可以去呃去去 也许别人会嘉奖 但是他他自己内心管理到这是他的一份工作 或我们当我们每一位人也是 这是我们的一份工作 如果说别人突然间社会有这样的一个声音啊 我们要嘉奖你是我们的英雄 反而这个社会会缺少一些道德上 或一些让出现英雄式的一些作为 他是缺少的 我觉得毕竟就是还要去看说 不是每个人理所当然会去做这份工作 因为像消防员这样子的工作 他本身就是有一个冒险的精神在里面 在第一前线 对 站在前线 是的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是 是用牺牲自己生命的危险 去保护别人 所以作为人 他可以不用选择像这么危险的工作 因为毕竟他也有自己的家人 所以就是因为呃 在这个社会上 也许有人会像你刚刚说的 赞赏这一个 这一类工作的人 因为他其实确实是 在危机的情况底下 他成为了人们的英雄 尤其是在这种 十万火急的情况底下 有人来救我 所以所以竟然说 既然呃 就不管是不是他的工作 但我觉得就为他这一个人 奉献的精神 对 选择这样的一个工作 愿意牺牲自己 他他可以选择 可以很赚钱的工作 但是他既然选择了这个消防员 这么伟大的工作 我觉得还是应该要好好的嘉许他 要不然你看像有些人 呃 也是同样是人 但是他就是会趁火打劫 所以其实在这场大火里面呢 就是有一些劫匪啊 就趁着这个混乱的局势 就就来去抢啊 去掠夺啊 就换句话说 匪徒开工了 是刚刚你提到说 呃 奉献的精神 那另外我们就会让我联想到 之前有被诺贝尔奖提名 呃 和平奖的这位女生 非常勇敢 然后嘛 呃 马拉拉 就是巴基斯坦的这个女生 他呃 因为有受到了邀请 就是在马 因为吉德坡在今年年底的时候 会举行一个 2013全球和平基金大会 那执行员呢 他们就说 呃 他们是要联系了马拉拉 邀请他出席这个和平大会 那原则上是同意了 但是还需要再进一步的确立 这一呃 在这方面的细节 他们希望说呢 可以邀请马拉拉演讲 那当时候呢 他他们也希望说 在呃 我们的首相 呃 那集呢 出现的时候 也可以呃 担任这个刊物主题的演讲人 嗯 他在呃 呃 呃 他呃 其实他就是在巴国 就是巴基斯坦 呃 当地的电台上呢 他也露面 呃 公开就宣传女性受教育的权利 呃 就是 他 他也是一个抵抗塔利班的一个象征 呃 但是呢 呃 呃 其实呃 那场事件呢 其实我不妨 呃 不值 呃 不妨大家回顾一下 就是呃 其实在去年10月的 10月的 9日的下午呢 马拉拉就放学回家的途中呢 呃 在校车上遇到两名的塔利班的枪手 近距离的射击 子弹射击了他的射进了他的头颅和进步 啊 就是 整个事件呢 呃 他随后呢 他随后呢就被送往了英国治疗啊 呃 但最 但 呃 在今年的诺贝尔提名啊和平奖当中呢 他也是热门人选之一 呃 但是最后已经落选了输给了就是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啊 这这一个组织一个人输给了一个组织 那其实在这个呃 像刚刚也有提到说他其实的奋斗呢就是想要在塔利班的因为塔利班方面呢 他们是不让女孩女生上学但是呢在塔利班的威胁下还是有很多女生像马拉一样就千方百计的要上学 那其实这个让我想到前几天我去看了一个呃 呃 歌舞个音乐剧非常好看叫做梁山博语注音台 嗯 它里面呢就是说呃 刚好也是这样子的情节就当时的女生在很很很很多年前就古代的时候女生都是不不可以不可以 抛头露面的只可以对待在闺房里面 嗯 那当时我觉得哎 我看的时候我在想说哎 其实注音台也是一个呃 具有女权意识抬头的一个女性啊 她就是为了要念说所以千方百计的要说服家人然后就男扮女装就是混进那个学校里面去 所以就是可以看到说呃 是从以前这样子到我们现在我们在马来西亚女生其实算是想啊 算是幸福的因为我们都拥有这样子的一个权利直接我们出世就是在一个可以平等受到教育的一个的国度里面不用千方百计的去上学 但是这是现在这个时刻在过去也是一样 就是经过奋斗的就经过这一些的奋斗才有今天我们今天这个成就 所以可以看到马拉拉她其实也是一个奋斗的里程碑 我们也希望说在巴基斯坦的女性给可以渐渐的受到可以受受教育了 你希望说如果这次马拉拉可以来到马来西亚呢可以跟更多人的分享她的这一份精神 嗯我们再看一下呃看一下阿拉字眼吧 阿拉呃这个话题呢讨论了很久了 其实呃这个呃这个这个这个话题呢引起呃我我感觉古正呢 她是感觉到很后悔的提起了这个话题因为对于她来说没有任何好好处 反而反而给自己添了很多麻烦呃因为整个的就无论是整个的民众社会 还是宗教组织各方面的人国际的报道 对过呃各国的一些呃你像呃阿拉伯呃丘长国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些呃 这些权威的国际报道呢他也相适应报道了这样的问题呃呃 其实在无论是在任何一个场合下都说 呃现在呢现在就是也呃大马的天主教的吉隆坡呃总教区的总教主 呃丹斯里莫非呃莫非巴基安啊他就出来说呃他说呃 裁决阿拉字眼对基督教信仰不重要 就是严重剥夺马来语基督教社区使用此字眼的基本权利 无异于一种形式的迫害 那么呃他他他他也宣称就是这样一系列的一些言辞了 但是呃随后呢呃随后呢其实纳吉他也在现在是在沙巴 呃召开了一个会议呃这个会议上他就呃强调 因为他呃真的是就没有得到在这个课题上真的是没有得到什么好处 反而呃呃来了一鼻子灰呃因为他现在是沙巴沙拉越两个地区 他的基督教徒就是马来人的基督教徒比较多 而且他们使用的就是圣经全都是马有些是印尼的一些文本或马来文的文本 他在里边所称的一些就是主神 他都是用阿拉来称呼的 但是这个判决呢是不是影响东马的一些一些事情呢 或沙巴或沙拉越一些啊马来基督教徒的一些心理情绪呢 他是原住民的基督教徒呃他不不一定是原住民是基督教徒呃在沙巴在在沙巴沙拉越他不一定原住民是基督教徒 他有其他像华人他也有基督教徒在沙拉越呃所以呢在整个的地区呢 他他他他也会很担心啊他的因为刚稳固了一些选情了 他怕一样的一个宗教课题引发沙巴沙拉越一些基督教徒的一些心理的反弹或情绪上的反应 所以他在这次就是在沙巴呢他就组成了一个开幕典礼 开幕典礼之后呢他就说啊其实阿拉字眼他只是限制到先驱报 他禁止使用阿拉字眼他不会影响到沙巴和沙拉越的基督教徒们啊使用阿拉字眼 也不会影响到民族情绪的啊同时呢 那其实他现在可以通过他的这些言词可以感受到现在啊 现在那集啊党选也过了大选也过了各方面都过了 他是着重于经济的发展了 那么在这个时期呢他也他也会啊着重一些精力去去融合一些国民团结的一些事情 因为已经在在过去的无论是党选和大选他在国民团结已经啊 已经破到冰点以下了 但是现在呢他想把他再温稳啊再回国啊再温和一下 所以说呢他在他的言词当中也可以看出这些啊 他他的意愿像一个大马宣言的一个意愿啊 他也说呢就是说在一个大马宣言还未推出之前呢啊 沙巴已经落实了多元族群的融合 这显示了一个大马的社会概念啊 他也说啊他也说啊就是啊 我们在国内的整个情形下呢 穆斯林不应该激怒非穆斯林的心 同时呢非穆斯林也不应该激怒穆斯林的心 双方呢应该以个更和谐的态度去处理国内外的一些敏感的话题和以包容之心去对待彼此 华人的事情是国家的事情 国家的事情也是华人的事情 我是王吉初 华社研究中心副研究研 你收听的是榴莲台 榴莲fm.com 榴莲当头 我是恩慈 自由高照 我是小青 天马星空 我是妍妍 好我们回到了天马星空 跟大家继续聊聊国家大事 我们刚刚就有提到马拉拉就有感受到对于女性的一个关系 那另外一个呢也是大部分都是女性 不说没有男生也是有男生受害者 可是大部分呢就是被尤其是被强奸的都是受到性侵害的呢都是女性为主 那在2013刑事法典修正案里面呢 轮件案的共犯也可以在轮件罪行下被定罪 并且面对坐牢最低是10年最高是30年 这轮件罪呢其实以前就是顾名思义 他轮件就是一个一个接着来这样的轮件 但是现在呢他就是如果说是有一个人 就是在场的所有人当中有一个人啊 就是强暴强暴一位女士 但是其他当事人如果即使他们没有强暴 他也没有制止在当时看着的话 那么其他的人一起也被定为轮件罪 那么这项罪行呢 从原来的最低5年和最高10年提高到 现在的最低10年和最高30年的惩罚 除了这项现在就是2013年的刑事法典修正案 其实我们可以连贯一下 从犯罪防范罪案法案通过之后呢 接2013的有很多有很多这样的行 就是刑事法典修正案这样的一些法典 就是一些啊一些通过 那么这这这应该是既防范性罪案法案之后呢 另外一个的刑事法典修正案的一个修正 刚才所说的轮件案它是其中的一条 那么还有一条呢就是说 呃如果是略带配偶 他也没说略带男的或略带女的 就是略带配偶是双方的 呃监禁刑罚呢可提高至六个月 或罚款最高2000令吉或两者皆失 那么就有记者问他呃 这就配偶之间是是就是呃男性 男性呃呃他他会对女性暴力呢 还是女性对会对男性暴力双方的双方的 是谁对谁进行有有有这些暴力的行为 是可以被处于此此相的一些刑法呢 呃当时呢呃提提供罪案提供罪案的呃呃 提供罪案的拿西苏克利呢 他就说他他也是首相署署的一位部长 呃那他呢他就说呃其实现在目前国内的有一些 呃家庭里边就是男女士对男士采取暴力的行为 也是比比结识呃所以说为为了避免就是 无论是对男士或对于女士对于他们公平起见呢 就是哪一方如果说是都犯犯了此项法令 都会被提控上法庭呃他他会制制一个罪啊 最高是六个月啊最高罚款是2000令吉的这一个数目 呃不管是我在应该是在上两上星期或两个星期前 在网络上疯传一个在香港的女生在当街呢 就是呃呃展刮他的男朋友 就是呃后来也是有到出动到警察把他给带走的 就是所以是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 其实比较最重要是香港刚刚提到那个就是互相尊重了 嗯然后嗯除了这两个议案法案呢 其中还有另外一个法案呢呃就是恐怖组织的一个法案 就是如果说一个人涉及到恐怖组织里帮助恐怖组织 呃做一些事情协助恐怖组织啊 导致人命人命伤亡的话呢呃他也会受到处罚将面对至少七年 最高三十年的一个刑罚呃最后一条呢 他也说如果说公就公务员吧呃现在政府的公务员 如果是你在执政期间呢呃泄露了政府的一些文件和资料的话 呃如果被证实是确实有此事是此项事件发生的话 那么这位公务员呢至少会呃面对一百万令吉的罚款 坐牢不少过一年或两者兼施 其实在这个法案呃已经提到的呃修正在禁止泄露泄露机密的这个条文里面呢 人民公正党呃这这一位苏正川呢他呃苏正川对他就批评说 这个新增加的公务员禁止泄露政府机密的条文里面呢 比一九七二年官方机密法令更加的就是严苛 因为呢这个新新增的规定说任何泄露在在人期间的资讯和被罚款 不超过一百万令吉或者是监禁一年或者是两者兼施 他说在之前官方机密法令之下呢 只有部长宣布为最高机密的资料才不得以公开 但是现在的范围之下呢就是任何政府的资料都不得公开 嗯他另外因为前不久有一个事件嘛 就是具体的人应该是呃应该是竞选盟的一位委员 我记得没错的话他在沙巴披着一个旗 那个旗呢呃就呃他他是就是马来亚 他披的是马来亚红白旗 对群岛那个群岛就传统的那旗是荣耀红白旗的 呃但是那个旗就会呃当时呢会被有关就是呃 警察给抓起来了抓起来之后呢 呃一看就是相适应的法法律上没有对应的去惩罚 类似的一些事件所以呢 在这次2013年刑事法典修正案呃他们就会增加了这一个条款 这个条款就是说如果说有人呃践踏国旗的行为啊 甚至是公开焚烧呃或者踩踏或倒挂国旗的行为 这么一系列的行为呢如果是被判被被证实是事实成立的话呢 坐牢最少五年最高15年监禁的惩罚 所以其实对于这个呃就是说他们他们觉得应该要要受到一些用用法令的方式呢去对付 但是其实很多时候呃像刚刚还有说在辩论的时候呢 他也觉得呃苏丹川他也提到说如果你张挂这其他的旗帜呢 其实并不代表就侮辱这辉煌条文 所以其实这样子的一个举动很多时候呢也是很难呃就是说很难就判断说这个人是不是可能就一些老像刚刚说可能焚烧倒过国旗 这个是比较明显的一个方式是对于国国旗进行一些不太尊重的行为了 那需要大家以后需要小心处理国旗了 尤其在国庆节的时候千万要小心的处理 其实这边也有提到其实他的国旗呀包不包含那个我们平常在那个杂货店会买到的那个糖果国旗 就是他的那个棒里面有那个小小巧克力的巧克力糖 然后可是他的旗子就是国旗 像这样的不知道他算不算是如果把这样子吃完了巧克力糖丢进垃圾桶里面的话算侮辱国旗吗 那其实这边也有提到说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要纳入条文里面是因为侮辱国旗的是有增加的趋势 其实这可能我们也要引起我们去审思的地方 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人会要去做这个举动呢 是不是对国家的不满呢 或者是大家是怎么样的方式去看待国旗呢 所以其实这边也有提到说除了可能是因为有非常多的不同意见 可能说在修正法案之后呢 他们可能也有部分呢就是会保持着会用辅导的态度去跟他们说 国旗这是怎么用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去对待我们的国旗 我们再看一下华社应该不知道是华社关不关注了 但是华社的事情一个是就是特大就是马华特大的后续报道 蔡总呢他说其实或许他会改变初衷与廖对决 其实在整个的现在马华的一个情形下呢 他他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是二对二 也就是说他没有通过谴责廖宗来提案 但是呢他通过了就是不能入阁不能入阁就不能有接受部长或副部长 这样的一个职位的提案在此此种条件下 其实我们昨天也做了一个相关的相关的课题分析 通过昨天的课题分析 今天有很多报章的一些报道呢 我们可以得出现在蔡总呢 他面对的选择呢 他有三个 第一个选择呢 他就推推宠其他的一些人 就是假如说严炳寿 现在是他属意的人选 但是属意的严炳寿呢 他也是倾向 原来是倾向翁派的 所以说他也不是很放心严炳寿 第二点呢 昨天有一些 他他会 他如果说他推自己的儿子的话 我感觉这样的情形不是不太可能的 因为毕竟他的儿子才这种 他也是很年轻的 没有这样的一个资历和这样的一个历练去担任马华的总会长 所以说那么蔡总最保险的方式还是自己竞选 这是最保险的一种方式 其中的但是 但是步伐有一些就是党内的一些党内流传的一些信息 就是说蔡希丽和翁诗杰在密谈党选布局的一些短信 内容的大意就是翁诗杰的出战总会长 而蔡希丽之子 就是蔡志勇将接受总秘书一职 这是一个协商 但是就大家所知道蔡希丽他的为人来看 他我自己感觉 他应该是自己竞选总会长是最有把握的 他也不想把这总会长拱手 让给他前面的一个竞争对手就是翁诗杰 他们前面也有一些过级之类的 所以说他现在无论是 现在可以显示马华对于蔡希丽 他的选票固定选票是900多张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数目 那么廖忠来他的固定选票 据这个报道分析呢 他的固定选票人 就是固定的选票 大概是有500多张左右这样的一个数目 但是就昨天的分析来看 认为其实廖忠来不 其实应该也是不止500多张 就昨天整个投票选举的结果来看 他的稳定票源 大概应该在600 700到800之间 这样的一个数目左右 那么昨天其实 就是不同意 就不同意浅罚廖忠来的 这一部分党员呢 占了很大数目 1000多人 而支持谴责廖忠来是900多人 那么这很显然是蔡希丽这一派的 那么在蔡希丽这一派有关人士称 就是说在支持 在支持廖忠来这一派 就是1000多张这票当中呢 有百分支持其实是挺菜的 因为这样的票 大家由于心里的同情因素 或道德的责任感 一些道德的因素 导致了一些原来是蔡派的这些票 跑入到廖忠来这一派 就是同情票了 所以说按事实上来说呢 其实蔡派呢 这样的目前固定的一个票数支持 蔡派固定票数应该是在1000票以上 这样的一个数目 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呢 其实蔡总蔡希丽 他如果是自己竞选 这样的几率比任何一个几率都大 而且也不用拱手 让你他的以前的一个竞争对手 那其实看了马华的消息之后呢 我们再听听 就再看看另外一个也是 也可以算是华盛相当关注的 就之前一直以来都有这个 金武华小风波 那现在就是有新的进展了 就政府现议说 每年以1000令吉来出租 设计的地段给金武华小 长达20年 就是另外换句话说呢 就是金武华小呢 就会将不会受到争地的影响了 那其实我们所知 因为之前都一直以来 都有不同的一个拉锯在呢 就是双方呢 一个就是旅游部的那一部分呢 就是要争这个金武华小的地段 之前就说可能要到今年年底 鞋商要把它拆 拆一部分呢 还是怎么样的一个 之间的一个谈谈再谈 就是妥协方面了 那今天我们所看到的 就是他们又在经历着昨天 就是我们的政府首席 秘书丹司令阿里 韩沙 以及来自六七个部门 多达四十个官员 他们就是进行了整个探讨 最后同意呢 金武华小保校 完全性的一个立场 不需要争地或者是猜除 但是就是以出租的方式呢 给这个金武华小 他是租金每年是一千令吉 一千令吉是一英亩 一英亩的租 租一英亩是每年一千令吉的 一个租金这样的一个方式 但是他们也没有达成书面的协定 就是口头的一些措施啊 或者政府部门的提出的一些措施 再加上金武华小 董董事的一些提议 再加上董总叶新田的一些提议 大家合起来 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意向 但是政府提出这样的一个意向呢 其实是董事部是很乐意 是很乐意去接受这样的一个提议的 但是同时呢 其实叶新田呢 他问到他满不满意的时候 董总的叶新田呢 他就说有关当局呢 必须将刚才所提的内容的重点 以书面的方式发给 发给董事各成员 让大家再深入的探讨一下 是不是这样的一项提案 能够有利于金武华小保留校地 的这项议案 其实在这项议案当中 不把大家有各自不同的观点 因为其实 金武华小的争议问题 它不纯粹是一个华小的问题 它也涉及到国内其他城市的华小 面临着一些处境的问题 对于如何保存华小在市区 还能继续发展生存呢 我需要经过一些很慎重的考虑 所以在金武华小这样的一个事件当中呢 我们接下来有其他的华小 也许将会面临着和金武华小一样的处境 因为整个的 无论是在整个国家的发展洪流过程当中 有些教育方面的 或者是其他古物保存方面 古迹保存方面 建筑方面的都会让位给经济发展 让位给经济 确实让我不知道 我看这一段 你刚刚提到叶星田的这一段说法 我的第一个感觉是感觉说 叶星田是否不太习惯 这样子就得到了一个政府的让步 因为一直以来呢 就是我们会觉得华小都打着悲情牌 就是政府要怎么样打压华小 但是现在政府这方面呢 就其实算是就算是有让步的感觉上 就至少说他们可以得到 他们所提出的保持完整的效地 而且呢 政府这方面之前说 这个地方是要拿来收回来建设餐馆嘛 但是现在也已经取消了 而且把这个餐馆迁移到 这个斯里旺沙马珠 旺沙马珠那边去建设这个餐馆 所以像爷爷提到说 可能在经济跟教育或者保存股物方面 有了这个斟酌 所以在现在这方面是同意了 把它保留给教育 把这个经济呢 释放在另外一边 这可能也像刚刚也提到说 在可能务统党选之后 他们需要得到一些政治筹码之后 都已经一确安稳了之后呢 在这方面可能可以更开明一点 让双方可以更多的妥协空间 但是是否在像叶星田刚刚的说法 是不是他自己反正不习惯说 能够让政府会可以 就是让他们 就让出这一步 反正让他觉得说 他又不能说称赞政府 政府开明了 政府没有打压华教 他还说 还是要整整 就是那个慎重考虑 他的忧虑还是存在 所以他觉得 突然间这个决定跟举动 他是很错愕的 政府转态了 但是马华的张胜文呢 就是马华青年部的张胜文呢 他也说 马华说 马华呢 是以金武董事部的意愿为依规 并竭力捍卫华教 我希望了 他这么说的 我希望各造尊重金武华校董事部的意愿 毕竟这是一个最好的解决方案 他言外之意 也就刚才提到 就无论外界人士 你有怎样的意见或怎样的见解 那么我们一定要尊重金武华校董事部的意愿 那么金武华校董事部的意愿呢 是确确实是很开心 能够接到政府的这一项的提案 但是夜心前呢 他不免就会有一些担忧 但是通过这个图片 你看到图片上的夜心前 他也是笑容满面的 在接受着这么一项提议 所以可以看到 其实他表面上说的是 我们需要进一步的商讨才能做决定 但是实质上 其实他内心也是很开心的 那像你提到说 他也有说是否能 也要关注说 华校能够 是否能够在市区里面继续发展生存 除了说要担心政府会对抗之外 另外一个就是更重要是提升华校的素质 因为现在我们也知道 国际学校不断的崛起了 所以要提高华校的竞争能力 可能在这边希望可以再多下一点功夫 我们再把焦点再放一下 因为我们知道说 在这个星期五呢 就是要公布财政预算案了 那以过往的先例呢 就是国会 就是在明年方面呢 他们也会有一个提成 他们属于明年的一个财政预算案 那这一次明年所公布的 2014年预算案的部分的一些亮点呢 就是贯策抓漏的精神 以及不推行 消费税之外 国家营运开销也消减10% 也就是说 在其中就是要这个暂缓部长 以及总监的加薪 在他的具体的方案当中呢 其实他有几项方案 一项是 其实他巩固财政的措施 包括部长和总监呢 暂缓加薪 就不支持他们加薪 而且要成立一个国会的 领选特别委员会 以检讨 耗费8亿令吉 却无法培养种族和谐的 国民服务计划 因为我们早前也知道 国民服务计划出现了很多 就是死亡事件 还有一些伤 得病事件 这样的一个事件的发生 所以在这次 明年提成的 2014国会 国家财政预算案的当中呢 他也会涉及到这一个条款 同时呢 他还有重新检讨政府的合约 颁布及采购做法 尤其是最近 像我们最近看教育部的这些拨款 包括制定2013到2025年 大蓝图 教育大蓝图 这样的一个拨款 是很庞大巨大的一个数目 昨天经过一些行动党的一些 在里尔的一个议员 在里尔他也提出了 其实在教育部的拨款当中 还有另外三家公司 也涉及到教育拨款当中 而且他对于一个英文教师的 培训计划 在这个培训下 培训计划下呢 国家将提供两亿多令吉 给这三家公司进行 英文教师的一个培训计划 这样的一个培训计划 其实就大家平常所知 其实他说每一个 每一个英文教师 他们所得的月工资 将达到两万多令吉以上的 这么一个可观的月工资 他们这些培训人员 英文教师的培训人员呢 其实他们在每一周 给这些将接受培训的教师们 他们的一个时间 培排大约也就在三小时到四小时的 这个培训时间的课程 所以在怎么 无论是怎样的算 给人家的工资是最高的 是两万多令吉以上每个月 但是培训的时间 却三到四个小时一周 整个的整个的一个系统 就是它是更多的去浪费了 国家的一个财政资源 所以在种种的一些一些合约颁布啊 或者一些国家的一些采购方面 它需要系统化一下 不要就是不要是就是大大手笔的 这样的一个花钱是很不值得的 另外他还锁定了目标提供津贴 并严打滥用汽油或白糖面粉津贴的费用 同时其实这个预算案的安华就是说 我们现在不马上提成 我们会在就是国家 国家的财政预算案提起提成的前三天公布 因为这样就是避免 因为去年是应该是去年吧 他们提成了财政预算案 结果结果国阵的就是好 就是没有几乎没有什么修改的 照搬明莲的预算案就出台了 所以说这次为了避免这样的一个偷袭情况的发生 明莲就决定了三天之前才发布财政预算案的相关细节的事情